5月2日至3日,来自32个国家的网络安全代表,齐聚捷克首都布拉格,商讨5G安全问题,并提出新的5G安全标准。 参加本次布拉格5G安全会议的包括来自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代表。 但电信大国中国以及中国华为公司并未受到邀请,尽管会议由捷克政府主办,但美国反客为主。 在会议第一天的讲话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对在场人士称,有关5G安全的决定,需要从长远考虑,而不是试图通过便宜的零部件省钱。 因为5G将对军队、工业、关键基础设施和企业家等产生转型影响。 有美国媒体指出,美国试图利用这一机会,向盟友推销其最新策略,即不再助演于对某家公司的封禁,而是转向强调严格的网络安全。 外界注意到,参加这次会议的不少国家,近期都曾在华为禁令上松过口。 比如五眼联盟中的英国和纽西兰,已准备将华为选定为本国5G网络建设的合作商。 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也曾表示,不会简单地将某一企业,或是行为主体排除在外。 包括这次会议的东道国捷克的总统泽曼,在一周前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进行会谈时还表示, 希望华为能更多的参与捷克的数字经济化和5G的建设程序。 彭博社称,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国家并未签署任何档案。 一些与会官员指出,由于5G安全讨论和网络在其国家仍处于萌芽状态, 他们无法同意一份正式的,有约束力的档案。 会议只公布了一项关于网络安全的非约束性宣告。 宣告称应该考虑到第三国政府影响供应商的整体风险。 警示各国政府,不要依赖那些已被政府影响的5G装置供应商, 或者来自尚未签署网络安全和资料保护协, 利的国家的厂商。有外媒指出,通过布拉格会议的召开, 美国及其盟友联合制定了中国供应商, 尤其是华为难以达到的新5G安全标准。 美国白宫对上述宣告表示欢迎。 白宫新闻秘书方德斯发表宣告说, 美国支援会议,形成的5G安全档案。 美国政府计划,将之作为行动指导。 外,美国一直寻求限制华为等中国电信装置制造商, 在5G网络建设中发挥作用。 担心华为装置,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从事所谓间谍活动。 美国想通过这个会议,施压盟友,采取共同的安全和政策措施。 让中国华为更加难以主导5G电信网络。 一名美国知情官员则表示, 布拉格会议象征著美国政府计划, 在未来端促盟友放弃华为作为5G供应商的战略转变等意图。 5月5日,华为回应布拉格5G会议时指出, 理解各国对网络安全的重视。 我们认为此次大会展示的合作精神, 对保障全球5G网络安全至关重要。 此次大会强调了研发、开放市场和竞争的重要性。 我们被此感到鼓舞。 但是网络安全本质上还是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要靠技术手段来解决。 我们坚信任何未来的安全原则, 都应以可验证的事实和技术资料为基础, 而不是基于供应商的属地和意识形态来进行鉴别。 就在布拉格会议召开的同时, 美国检方近日向美国纽约地方法庭提交了一份未公开的秘密动议, 要求取消华为公司在美国聘请的知名律师詹姆斯科尔为华为公司在涉及伊朗制裁案件上的辩护资格。 而华为高管孟晚舟也是因为此案才在加拿大深陷淋雨。 作为华为公司的主要辩护律师, 詹姆斯科尔则于今年3月在法庭上表示, 他将为华为公司及其高管作无罪辩护, 不会认可美国检方提出的13项指控。 詹姆斯科尔, 曾在2011年到2015年间, 担任过美国司法部的副部长。 美国检方, 目前尚未公开取消科尔辩护资格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华为公司在宣告中表示,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 赋予了华为公司选择其辩护律师的权利。 华为将权利反对美国政府的不当动议, 以维护美国宪法赋予华为应有的权利。